有句話說食在廣州 廚出逢城 今天就帶大家去逢城世品世界美食之都佛山 試下由中國烹飪大師強哥主理的香飄四輪佛跳場 和十三醫師房菜 入住全新國際品牌佛山東平保利洲際酒店 浦炭酒店浦華海鮮自助晚餐兩天行程 一齊看下有多棒 一早就到福田口岸集合 一出關口就見到大行的導遊各個整整齊齊排好隊形等待著大家 今天導遊叫阿曼 人就細細粒 不過名字很霸氣 叫Superman 集齊人後我們就出發去佛山 第一站我們去黃飛鴻家吃飯 十三醫師房菜 進入大堂溺溺溺可見 舊市大戶人家古色古香的裝修風格 環境好舒服 上菜啦 看下吃點什麼 清補兩燉水鴨湯 鹹香雞 醬爆海明蝦 柳皮蒸河鮮 黑腐竹雜菌浸魚餃 菇耳頭菜 手工菜國麥魚餅 養生八斟豆腐 鳳城炒三絲肉鬆 紅糖糯米糕 哇 這一圍台真是集齊鮮 香 嫩 滑 味俱全 個個吃到讚不絕口 吃飽飽 大家在這裡拍照打卡 真是好吃又吸引 吃飽飽就回酒店 我們入住全新國際品牌 佛山東平保利周濟酒店 一到酒店工作人員 就出來幫忙拿行李 服務非常好 踏入酒店大堂 就見到兩個獅子 好有氣派和新意 將嶺南省斯文化 和現代科技相結合 好用心呀 一入房門口 就見到超大浴缸 超大落地玻璃窗 在房裡就可以看到 佛山世紀年體育館 而且樓下還有兩個大型購物商場 逛街宵夜非常方便 不說那麼多 去嘗試一下 好稱排行佛山TOK ONE的海鮮自助晚餐 在這裡跟你們透露一點點 這個自助晚餐要500多元一位價 所以大家一定要吃一本 海鮮 延切刺身 精緻粵菜 延切延尖澳洲扒類 高級甜品和酒水 全程豪食暢飲 而且還有延流海鮮和延開生蠔 哇好正呀 我先吃吧 大家跟著我的鏡頭慢慢看 吃飽可以去酒店旁邊的超市行街散步 萬達影城就在樓下 還可以看電影 真是好方便呀 或者不想出去的酒店裡 都有按摩洗腳和幸運泳池 還有免費體驗哥爾夫球 不過需要提前和酒店前台預約 酒店路口就有宵夜檔 適合喜歡吃宵夜的你呀 第二天早餐都幾豐富 中西合璧的自助早餐 在順德食早餐肯定要吃地道美食 有腸粉、湯粉、點心 還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到時候退房 導遊Aman就帶我們去佛山網紅打卡點 預印碼頭 地方雖然不大 但是有很多影相打卡位 非常適合喜歡拍照的你 時間不早了 導遊就帶我們去吃中午飯 這餐就是食有中國烹飪大師強哥主理的 香飄四輪佛跳腸 我們佛跳腸這個湯底 是用一年以上的老雞 然後再用牙筋刺 尿柱 火腿 水魚 野生菌 和180日的竹林雞 再煲一個小時以上 才得到這碗湯 一煲湯可以包心刺到全部都在這裡 每個人都吃到讚強哥 真是很好吃 如果你對這兩天的行程有興趣 就致電給我們 電話是6284-4992